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这个 关注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感情线 婚姻感情线这个穿破成功线 其实呢 这个叫什么首相啊 叫什么 叫婚姻线 其实就是结婚线 在感情线和小指根部之间 那么水星秋的位置 这个结婚线它比较长 比较长的结婚线呢 代表此人对婚姻常常备有过度的憧憬和幻想 如果是冲破了成功线 也就是太阳线 代表你婚后会将财富交由另外一半管理 从而失去地位 导致钱财损失 引发了夫妻问题 这个是一种 我们说这个结婚线呢 要什么程度比较合适呢 就是刚刚好到了这个太阳线的位置 不能穿破 就这个意思啊 再来给我们看这个事业上 事业线上有导文 我们说事业线上有导文呢 是有因为这个什么 因为人而破财之意 所以说在结交异性的朋友 这个时候啊 要格外的小心 通常有这种首相的男生呢 会因为桃花而导致 这个事业失败 或者是这个破财 如果是女孩子有这种首相 表示啊 很难遇到好的对象 生活呢 将会发生比较大的改变 所以说这类首相的人呢 要小心烂桃花 那么第三种是这个什么 烦恼文 手上有烦恼文呢 就是其实就是在这个 生命线附近呢 有多条这种横切纹 对待朋友是慷慨仗义 看到朋友有难 总会出手相助 不忍心拒绝他人的要求 那么因此呢 会常常会因为 为了朋友帮助朋友 而把自己的事情啊 抛之脑后 而导致自己的这个钱财受损 这个就是脸皮比较薄 不懂得拒绝人 而且呢 比较仗义的人 那么还就是这个 贵人文上有多条横切线干扰 像这种 这个贵人文出现在 手相当中是好的象征 说明此人呢 福泽深厚 遇事可得贵人相助 能够逢凶化吉 如果手上贵人文出现 这种很多小横线 表示此人个性热忱 喜欢打抱不平 一生当中啊 很容易遇到这个什么 贵人 那么遇到贵人便是小人 为了朋友劳心费力 最后呢 吃力不讨好 是一种 贵人文上多条横文 贵人便小人 好了 有关这几种 这个容易破财的手相 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